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這次影片是介紹 我在今年的2月28號 搭乘普悠瑪號的一個紀錄的情形 其實先前我就已經搭過普悠瑪號 對普悠瑪號的印象就是 側箱比較搖晃速度比較快 但是它最大的優點就是你搭長城的時候 因為它的椅子設計比較有符合人體工學 所以說做起來不會那麼的疲憊 那說著說著我們的列車就緊張了 好的上了車廂做好之後 當然不能擋過時間 趕快把影片拍一拍 走著走著 這邊就普悠瑪號 它如果要開門的話 一定要按這個燃燃 看的話 那邊才會打開 這邊是放行李的位置 還有這邊有製造販賣機 這台車廂呢比較特別 它就是普悠瑪號 這個車廂的特色就是製造販賣機 另外這個車廂呢 它有那個母親藥味的地方 而且它就有一個位置 這個地方本身是鎖的 它就在工作裡面 幫你打開 或者不是 這是特有的情景 那這個行李加上 基本上它是可以放的大情形 如果是29區是放的下去 只是它設計上跟大陸的動車一樣 並不能再開 好的 我們就稍微的斷一下 不過現在廁所 有比較實用 所以說 並沒有發生 等一下把門用的時候 都開出來了 車廂 車廂跟車廂連結的部分 是打開之後 比較吵雜 它並沒有做很好 和火營爐的效果 在等待的同時呢 我們走到旁邊 我們走到 我們現在要拍一下 不玩的結束 又看到我早上所拍的 那個在 使用中的發電機 公立發電 也看到早上 那點另外 628休假的 這台發電機 那整個最漂亮的海岸 西半部海岸線 火車輪進過最漂亮的 也就是在中國這一段 我非常喜歡在搭火車的時候 看這個戶外的一個景色 那也有同時 再次的拍這一段影片 給各位看一下 看著火車 看著這個海岸線 一路的南下 就感覺 非常的不錯 那這邊設的 風率發電的 這個基礎已經設計好多年了 對台灣的一個 那個綠電方面 是貢獻滿大的 只是它的一個 賣給台電的價格 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說因為它賣得很 所以說我們店家 最近有一定要準備要漲價 那至於漲得成 漲不成 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都知道 一定是漲得成 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好 好啦 這個就不談 有關於店家和水家 要漲價的事情 給上面的官員去做處理吧 讓它跟立華委員去互相的 做東方戰 然後到最後結論 我們的民眾 跟我們一樣 都是一樣 很諾諾的承受 這部分就不討論了 能以免拍影片 能被一四五公子 剛剛先前 這段有拍過的 這就是置物的地方 它放上去之後 它有扣寒的繩索 然後扣住 才會掉下來 那這邊的自動販賣機 所賣的飲品 其實這價格 跟外面的價格差不多 不會因為在火車上 它賣得特別貴 這個就跟中國大陸 不大一樣 我們在中國大陸 如果你在火車站每個東西 一般來講 價格是比較偏高一點點 也不是偏高一點點 只是偏高很多 因為我常常在台灣 跟大陸兩地 常常在搭乘這個大陸運輸 那這間廁所呢 蠻你共用 這個空間 跟心智強化 比起來來講 空間上大概 大同小域 不會差很多 只是 感覺上好像 在設計上 新型的智強化上面的空間 感覺比較舒服一點點 不過說實在 普洛馬 它這設計上 已經是夠用了 這個 我們就大概 抽取的部分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置物架呢 我跑到另外一個抽箱 看看 它那個置物架 大型的29吋度性 應該是它們上 這門要開的話 還是要按一下 哈囉 我是DJ亞洲 我講 我所在的 位置是 普洋馬爾上 這個車廂 比早上 坐的 那個 心 只講 還安靜很多 車上的乘客 每個都很安靜 非常的靈近 只不過這個車廂會比較 晃來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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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車廂當中 我拿起手機 用裡面的軟件 測一下車廂裡面的一個 音背的情形 那說實在 這個聲音上是有比 新智強號高一點點 但是都是 還是能接受 範圍內的一個音量 因為安靜 所以說車廂很安靜 就讓各位看一下 我搭乘的 這間車廂裡面 高數值的乘客的情形 大家都 把音量放得 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說 搭乘起來也非常的舒服 蠻適合 小睡一下 我可以的把 影片往前拉 那你看鏡頭 就會看到 剛剛有看到 那個 它是用螢幕的方式 顯現整個行車的一個資訊 那跟 早上所搭的 新智強號 用LED 所顯示出來的 比較不一樣 來介紹座位區的 在靠近窗戶的這個座位 會有兩個杯架 但是當這個杯架上面 如果你把飲料放上去之後 它前面的 置物餐桌 置物餐桌這個放下來就會打到 那同時呢 這邊有一個腳踏墊 新智強號上面是沒有的 那這個腳踏墊 如果慢慢的放上來的話 就它有點 會有點類似油壓的方式 並不會找到前方的乘坐的乘客 那這個置物餐桌呢 放下來的時候 但是因為有點黏分了 所以說放下來 它是鬆鬆的 不過基本上還好 這上面並沒有像 新智強號一樣 有止滑的功能 所以說上面的東西容易滑 容易掉下來 所以說這一點要注意 另外在座位區的話 椅背如果要往後的話 只要把這個推桿 往前面稍微推一下 那身體往後面慢慢的起斜 它就會往後面的 慢慢的倒下去 基本上這個設計上是非常的OK 在座位靠近窗戶的這邊 這個窗簾呢 它是用椅子的 推上去再推下來 每個座位就單獨的 自己的一片玻璃 並不會因為你窗簾拉下來 讓後面的人會有所影響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位置 它開一個窗戶 那它這個玻璃 我覺得它有 那個 有類似我們那個 在汽車所用的一個 隔熱貼紙 它有使用到 那座位去這邊呢 因為 看到這飲料 沒有放到杯架上 是因為如果放到杯架上 這個 置物的 這個餐桌放不下來 那因為會有點滑 所以說我旁邊的座位 也是最佳女主角 它就會用一個東西先墊著 讓它整個東西放在上面 有止滑效果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座位的一個設計上 非常的人體工學的設計 這個是頸部的部分 會讓你感覺到這個頸部 還有 有個襯托 再來是椅背的部分 這個椅背啊 有人體工學 它有凸出來 把你整個腰都會保護 所以說長途坐下來 不會那麼的腰痠背痛 另外在椅子的上面呢 會有一個 讓盲人識別的 一個點字的一個東西 那握上去它點字 就自然會知道 車廂還有座位 是編號多少 這對一個盲者來講 是非常不錯的一個 無障礙設計的一個方式 大家好 我是DJ阿周 今天的 浮游馬 上面還有 新思想法 上面 我也會拍了一些影片 希望這些影片 你會喜歡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你 基本上可以幫我 買個讚 同時開啟小鈴鐺 去訂閱我的頻道 有你的支持 我會繼續拍我唱什麼 接觸到所有的影片 我會繼續的PO下去 那以上是 我在浮游馬 上 最後做一個ending 我們要PO位而起